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十多年前 你来到要学广东话 你和你老爸一样 什么都遭到政府了 我只是想跟老板 打一份长工 外面的人觉得我们是怀疚 是执迷 我们不是 这十多年来 我们学得最多的是阴谋律 而我们失去最多的是信任 他们只是 越来越好 香港人越怕越好 一粒子弹都没有 没看的 人们又不怕 要不理你国安法 你是不是欺负你 我们说的是生命 是你的生命 那我呢 我是小猫 是什么 又要生三个生命 警告你 儿子声中 拜托你 不要常常说广东话 现在说广东话 是不是犯法 欧阳朋友说 香港未真跳到民主 是因为没有人死 自焚的问题 就是 去到没有别人出路 卖蛋也犯法 卖蛋没有问题 是本地两个字犯规 现在不是什么都保密 现在不是什么都保密 行行 你以为我真的很想变这些政治 我说它是红磡 是不是连广东话你都不懂听 我不想做到这一刻才放弃我原则 没人说你就说 人做你就做 维持着我意志的 不是仇恨 是希望